这里有个钓虾的场地 我们去看看能不能钓到 说不定谈个老板 他说不可以的 他说每个人都同样的价格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反正钓的虾都为自己 他说有这么大 万一要是这么大的 那就退钱 这老板娘长得这么漂亮 我等会要钓多了 拿走了 他会不会哭啊 由于这个池子比较小 这杆子就是在他这里租的 这个杆子大概就是1米8左右长 这个线都很细的 因为线比较小嘛 它灵敏度比较高 但这个钩非常轻 你别看钩这么大 非常轻啊 耳料用的这个大概就是肉 这应该是机心之类的 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啊 这是我剪刀剪的 这找你这个方法倒是很科学 这挂一个狠东西上去 上去以后放在水里 差不多差不多 找中这个瓶水就可以了啊 啊开始挂一挂上去了 哎开始掉了 这不要个超网吗 没有个超网吗 刚才第一条跑了 跑的原因就是他吃的拖的走的时候 第一他还没完全吃的嘴 第二我起干的时候用力 他轻轻一点 还用一点力吃一下 他的勾中他就脱不掉 谢谢谢谢谢谢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这老板娘看到我是新手 怕我掉不到 先送一杯水给我安慰一下 先喝一下 手两点 ophonton 船多�船 船多船 船多船 船多船他船 坐船多船 我打 哎 这回吵不掉了吧 哎 哎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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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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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有力呀 哎哎哎哎哎哎不要跑了 别跑了 哎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别跑 别跑了 哈第一尾第一尾这可以吧大虾 钓虾跟那个钓台钓 我们钓鸡鱼啊 台钓一吃就要打 由于这个虾 它可能是拿着爪子往里面 慢慢才吃在嘴里 虽然说多吃一会再打 再勾到嘴里 它刚开始是钳子 一勾到钳子就原来脱钩了 所以要打晚一点 走里 不能跑不能跑不能跑 来 这个虾子一个小时钓三条就会 120豆就是相当于20块钱多一点 那又得吃 吃吃吃 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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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还是早了 这就是不能打早 我觉得吃的不太好 我准备用这个虾肉来掉一下试试 这都大了 可以减一点 越小越好重 米粒大小 走你 打 来 打 打 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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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换了虾肉以后吃的好多了 比较瞎子他们自己吃自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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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这会老合的吗 来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来 来 来 我操 哎 你们知道这夹子为什么一个大一个小吗 老闆娘肯定说这个中国人蛮会叫的 你看这边 成功的引起来大家注意 正好抛这个泡泡旁边 那的是打仰 那个虾他就在那里待着 嗯 他吃 吃吃吃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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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来了吧 起 又一个 对的别夹我 这这这 这一个就二两 拖走 打 哎呀这个好像是最大的 这么大力 这么大力 这个最大吧 又是二两 五个一斤 好 叫这个虾呀 主要就是要这个线主要特别细 越细越灵敏 他就没感觉吃的时候 第二就是勾要特别利 那个利就是他粘上去了 他不一定在嘴里 有些嘴上边上 他身上哪里挂出来 你一次 都能把他叫上来 走你 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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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嘿嘿 稳当 这还钓出手感来了 一 七 来呀 这看到没有 一定要钩子很锋利 哇这个真大 你看我对面那个人看到我这里连续钓鱼 种鱼 他就给我刨到一个窝子来了 然后从我窝子拖走一条来 这在哪 gem 这去 it can是 我不多 又在吃 又在吃吃吃吃了吃了吃了吃吃吃 我打 哎 这粘甘了啊 粘甘了 这结束可以 哎呦呦呦 hours 超往笑的啊 你看这又是 titre 这里了 所以勾间 一定要很丰厉的 这样掉下去240泰铢50块钱 这不把老板娘掉鼓了 不打 哎又中一个 来 哎呀这个可以哎 又是够这个脚 嗯再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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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哎 这刚刚一放下去就吃看了没有 这一放下去你就丢着不行你马上就吃 来又一个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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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夹我手哎呦 生气的他可怜虾肉还在上面的 再来 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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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 哎哎呦又是够的夹子 哎 老板娘刚才满场自刨高兴得很 现在坐在里面去不讲话来了 哈哈坐在里面去补充的 嗯又得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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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得吃又得吃又得吃又得 这一条在我们那里就不止一百菜 这一百二十菜主掉一个小时一条都不止 这两个小时快到了啊现在口也不好了我也不掉了 这够了我来看看我今天钓了多少虾 哎呀 哇这三十只没有二十多只是有啊 这全部都这么大的 叫老板娘打包 打包 来看哪里 打包打包 打包 这是多还是少 你说的是 哦哦 哦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他说了半年也不是他说我钓的多了 还是叫我下次来还是下次不来 反正就钓的走 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那个黄皮的木兰湖 这个湖很大的啊 这里钓鱼是50块钱一天 这个季节钓鲫鱼啊 一般你选择那个水深稍微深一点 比如说2米5以上 一般你在2米5 3米5 4米 不超过5米 这样的话钓是比较好 长一点的竿子 中间的鱼肯定大一点 这个位置也不知道多深 估计大概就是三四米深可能有 开一下啊 这是新的那个鲸鱼 新香版 倒一点 这冬天也用不了多少 水比大概就是1比1 你反正水多了 你加点耳 耳多了 加点水 就这一搅就可以 放个几分钟 等会把它揉成团 就可以用 如果觉得稀稀你就撒一点干耳在上面 可以多打几下 耳料它就实一些 最后拉的勾上 它就不会是个渣渣的 它就很密实 这样的话鱼吃的话空干也少 雾化也慢一点 这个拉耳不能让它雾化太快了 雾化太快了不好 拿来开好以后 留一半出来啊 抓一点九米 就把它捏在一起 等会就用这个作物 今天钓鸡鱼啊 用一下我这个辛辛烈烈的七米二的鸣酱鸡 这个主线是长这么多 1.0的 紫线是0.6的配七号锈 浮漂是吃千3.6克的那个天原鸡鱼漂 啊 吊之前 先把这个九米的一个上面捏两毯 捏这么大 连着底带坐窝 做个三四干不能太多了 多了它一块吃饱了 走里 哎 这个钓鸡鱼啊 一定要精准找底 因为你木畜很小 然后它吃口很轻 你找着那个底是过来还是差一点 它都不行 所以一定要找得很准 我们一般都是大概调个五目到六目 钓个三目到四目 但是搓着那个九米的耳朵 只能找个大概 最后要用那个吊耳来找下底 拉耳之前先把这个耳朵团圆 然后把钩往这上一搭分开 再把两个这样一拉 这如果你拉的少了 你再拉一下 如果是觉得多了 你就把它揪一点下来 揪一点下来 一定要拉到上面很实 这掉不了 这怎么掉不了 如果拉得不刺时 它就容易空枪脱钩等等 周里开始了 哎呀 跑得好啊 这不是那种口子 这给人感觉就是个爬地虎在吃 爬地虎 就是它 我就说是这么大的在吃 我说是这么长的鱼在吃吧 然后一个小口 就是它 我看你自己跳下去 好 再来一干 哎 又一口 这个有点像鲫鱼了 这 这 哎呀哎呀 哎呀 我说像鲫鱼吧 嘿嘿 来了 我这看口是真可以啊 这 当然可以啊 这 黄的啊 金黄金黄的啊 是不是鲫鱼啊 怎么这样的动作啊 螺飞啊 这个机器还掉得到螺飞 这里面怎么有螺飞呢 真的好大螺飞 这我都不敢抓了 怎么还有螺飞啊 我们这个湖北 而且是这么冷的天 这打个螺飞 哈哈哈哈 好稀奇啊 这留着 这肯定好吃 我跟你讲 在广东 钓一条这样的螺飞 估计是100个咸气 在我们这种水域里面 钓一条这样的螺飞 估计比鲫鱼还要好一些 再来一个 哎 一个一盘子 一个红烧 一个清蒸 好像又一口 又一口 这顶了一下 又一口 要是以前的小动作 这都打中了几鱼的话 这又顶了一下 是不是可以打了师兄 这顶上来了 哎呀 哎哎哎 这会是鲫鱼吧 哎 哎 这可以 这是鲫鱼 怎么这一下就发窝了吗 好瘦啊 这鲫鱼 这个也多的 四两不到 四两左右 这个野外钓鲫鱼啊 无论是冬天是夏天 我们这个窝子就不能打多了 你想想那个窝子前面本来就只有几条鱼 你再是把那些可以被他吃下去的那些东西打多了 他一块吃饱了 今天不用吃了 好饱啊 我拿去逛一下 这太舒服了 他就不吃了 所以我们只能一会补一点 钓几条你觉得没鱼 把那个九米拿的搓的又补起肝 觉得没鱼九米搓的又补起肝 就让他总有一点 总吃不饱 他就吃你勾上的 再来 兄弟姐妹 这一条说不定大一些 又顶了一下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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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个一目往下一滑 又顶 一滑就是一条 你滑一下 滑一下就是一条 这动作要是师兄已经打了三遍了 我顶不得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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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这过瘾了 就回来了 这是个鲫鱼可以啊 哎呀 真是个鲫鱼 都吃死口了吗 哎呀 这一条真可以 哎呀 这这这 过瘾过瘾过瘾 一斤多啊 这这一条真是可以啊 这不是假可以 最大的野生板板 这针一斤都不 不动 现在你看我钓的地方有3米5 这个深度 越深它的动作就越弱 所以它有时候吃了一小口 你还看不准 它也顶起来了 顶起来的又一小口 有时候往下一阴或者一目一顿 你一打一般都会中 所以线组不能大 这不就来了吗 这 哎呀 好泡 这么大的风 好像小信号一样啊 一顶一顶的 这顶这么高 不会是吃了吧 又来了 又不小 哇 你看这我们的湖北这钓鲫鱼就这么爽吗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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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是去年最大的鲫鱼 要是往往去年吃的最大的鲫鱼的孩子长得还高些 连续钓了好几条 连续钓了好几条 现在下去它没信号 感觉屋子鱼不多了 这个又把这个九米啊 补两竿 估计补完以后过个几分钟又来了 也不要补太大 就这个残豆米这么大就行 好 就这样的捏紧啊 快到底就一抽 走里也不要打太满了 打太满了就打软了 嘿嘿嘿嘿 这么小你 小也得用抄网 走里 咦 这是个什么鱼 鲫鱼一吊它冲起来了 来来来来来 又来一尾 又来一尾 哎呀 直接把它顶上来了 这种小咖喱咪 嗯 有口 有口 顶着了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这一步窝就来了吧 过瘾得很 又是个板板 哇 哎呀 来过来 这么大的板板鲫鱼 哇 别人看到我这个鲫鱼派以为都是方的鱼 那湖北野生鲫鱼也太大了 这 这不是一斤八两只高高的 走里 哎 真是这个位置 这个冬天钓鱼啊 一定要抛得准 因为它鱼不怎么动 你抛到旁边它就是 你不抛到旁边它等半天 而且这么长的端子下面深浅不一样 你抛到不同的位置 如果它就 这个浮漂目所也不一样 信号也不一样 嘿嘿 你抛得给我火眼睛睛 这么小的一口 又是个板子 哇 这爽啊 这鲫鱼钓的人 真是爽 来进来吧 真是爽哦 来进来吧 哎呀 哇 这么大的鱼 你看我钓这么大的鱼 我都怀疑是小的 它吃了我没看见 哇 哇 这叫我走 我舍得呀 哎 下去就中 这条鱼不小 这 四两半斤 不能说大了 说大了 又是我帖流 哇 油一点呢 我也以为没多少 好大呀 现在看的 哎呀哎呀哎呀 我的天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 这可以吧 50块钱 这钓的这么多可以吧 拿几条 拿回去吃的 这好像都要吃 它小的放的 这个不要 这边也不要 罗飞最好吃的 这鲤鱼不要 这鲤鱼不要 哎呀这么大鲤鱼不要 哎呀 罗飞不要 哎呀这不敢抓 这抓绝手 这大鲤鱼的 哎呀这还有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我留的下一回掉 哎呀 够了够了啊 带几条鱼回去吃就够了 这真好吃 这 纯野生的啊 这 这是入冬来第一次钓几鱼 我也没想到钓这么多 木兰湖啊 50块钱 我也没想到钓这么大 大概有156斤鱼 20斤鱼不到啊 鱼也挺大 这个如果到以后再冷一点 比如到下周 那个高温在10度以下 我估计钓得还要多 还要好钓去 鲤鱼越到冬天越好钓 鱼迅